Hello 大家好 我是Kenn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被原定出貨日期足足延遲了一季之後 我手上這一盒來自Action Toys ES 合金系列的白獸王 終於到了我手了 今天這條影片當然是想跟大家一起開箱 和玩一玩這隻白獸王的玩具 現在事不宜遲 我們今天的分享 馬上開始 ES 合金 白獸王 在封面這裏大家都看到 為何它不是用白獸王 高Lion 而是用Voltron Lion Force 這個品牌 我相信是一些 license 的問題 但我自己就沒有去深究 既然它列得Voltron 都想跟大家簡單分享一下Voltron這個品牌 其實在一九八幾年的時候 美國有一間公司 就是買了幾套日本超級機械人動畫的版權 他們在美國那邊就想做一個 universe 出來 universe 叫做Voltron 第一套他們買了的就是 白獸王 非常之收得 第二季他們有播放的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15機合體 非常之不收得 而第三套原本計劃推出的就是 光速電神 但因為第二季不收得 所以第三季都取消了 剛剛也有提及 白獸王 在美國那邊播放都非常之收得 所以不停地重製重製 再重製再重製再更新 都是用獅子的機械人 最新的一套其實Netflix 都有得看的 有興趣可以看一看 簡單說了Voltron這個品牌的 歷史之後 我們真的可以言歸正傳 看看一隻ES合金的包裝盒 包裝盒的封面 右手面當然就是合體了的白獸王 我覺得做得非常之帥 左邊這裡就是五隻獅子分開了的樣子 盒的左邊 右邊 上面 還有下面 都是一些不同的相片 有些是五隻獅子分開 有些是合體了 一樣 背後是比較多一點的說明 亦都清楚示範給大家看 五隻獅子 好像貓一樣 非常之有趣 他們可以合體 不同的武器 當然有一些注意事項 好簡單就看完這個包裝盒了 現在就開裡面的組件出來 跟大家看看這隻 ES合金白獸王到底是怎樣的 這一盒ES合金的白獸王 配件量非常之足夠 畫面這裡看到五隻獅子 配件上 每隻獅子有他們的後刀 另外還有一些不同的炮 雷達等等 所以配件量非常之足 前面這些到底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合體了之後 你可以幫 手、腳、換件 令到這些腳仔 獅子上的腳仔 可以換了它 遮蓋 就會好像動畫裡面一樣 合體了之後 你不會看到 手、腳、獅子的腳 你說合體了的武器 當然有 十黃劍 電盜得非常之靚 這兩把 合體之後 就是太陽戰錨 還有一個 另外這個 就是旋轉刀 我小時候以為這個盾牌來的 但其實這個 都是武器 一把旋轉刀可以扔出去 當然最後會有一個座台 下面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給你可以和其他同系列 ES合金玩具 不同的座台 拼在一起 看完這些配件 逐隻看之前 很快和大家揭一揭一揭說明書 都是告訴你們 一些拍視 每一隻獅子 哪些位置可以動 如何準備去合體 武器插在哪裡 如此類推 說明書看完 現在逐隻獅子 和大家看看 Details 我們就由黑獅子看起 它是成設 白獸王ES 盒金裡面 最大隻 也是最聚首的 其實就這樣摸上手 我不知道這些盒金去到什麼位 應該在腰部 全部都是下半部的 因為摸到比較冷 就是金屬 前腳 後腳都可以動 尾當然有 這雙翼當然可以動 合體的時候就變成白獸王對翼 獅子的頭部可以360度轉 動都沒有問題 黑獅子的腰部有少許可動性 都是用來遷就 合體之後的腰部 細節很帥 當然這個底部就是合體的時候的胸口 黑獅子就是這樣 我們第二隻就看紅獅子 是白獸王的右手 整個設計是比較正方一點 有些後腳 前腳 全部都可以動 這個雷達是換件的 我想剛才大家都看到 OK 因為它是手臂 所以這裡的關節 腰部的關節 可以這樣動得之餘 再可以拉多一重關節 手臂就可以這樣對摺 這隻紅獅子的頭 都可以轉到360度 因為它都是合體之後的拳頭 紅獅子非常簡單 就看到這裡 看看另外一邊的手 綠獅子 比起紅獅子 可動性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前腳後腳 這裡一樣有拉得出來的關節 頭部這裡都是可以轉的 當然每一隻獅子的口都可以拉大 不然怎樣可以 拿得到口刀呢 綠獅子 就是這麼簡單 繼續看下去 第四隻我們順序 就是藍獅子 跟其他三隻一樣 它的後腳前腳可動性 都相當之不錯 在藍獅子這裡 再多了一個 前腳打橫移動的關節 OK 就是這樣看得到 頭部 可以左右這樣擺 還有一點上下的扭動 但就不可以像 紅獅子 綠獅子 作出360度的轉動 因為它始終合體之後 都是白獅王的腳板 腰部也不是很大的可動性 大概是這樣 不過都夠用可以擺多很多不同的姿勢 也很簡單 看完藍獅子 最後當然看完我們的 黃獅子 在可動性上面 其實跟剛剛看過的藍獅子 一模一樣 後腳 前腳 包括打橫的關節 腰部 頭 先把後刀拔走 都是可以左右 和一定程度的轉動 所以跟藍獅子的可動性 一模一樣 整體上我覺得這五隻獅子的 獅子模式 是做得相當不錯的 細節位置很到位 可動性上 不會因為要就合體而有太大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獅子模式相當不錯 現在就一於跟大家 將這隻白獅王合體 看看出來到底是什麼樣子 在正式合體之前 其實每隻獅子都有一些 簡單的準備功夫要做 我們就由黑獅子開始 首先 這樣 收起它的尾 後腳就這樣向下拉直就可以了 前臂 千萬不要死扭 因為是卡住的 把它拉開 然後就可以把黑獅子的前腳收起 再 轉 拍回前面就可以了 另一邊也是一樣 打開 收起前腳 再 轉 就可以扣緊 就可以了 頭這裡 首先就要把頸 拔了頭出來給大家看 180度轉 將平的一面 向機下人的前面 OK 然後機下人面的旁邊兩塊膠 推下來 最後 打開機下人的臉部 然後打開機下人的臉部 打開機下人的臉部 然後打開機下人的臉部 就可以了 這就是黑獅子的準備工作了 然後到對手了 紅獅子這裡,打開後面,收起尾,後腳摺起 前腳,都是這樣摺起 就可以了 關節那邊拉開,就完成了 綠獅子一樣,所以我就不在鏡頭面前展示給大家看 我們就直接去,腳的藍獅子 把尾在這個位置對摺,之後收起來 都是很簡單的,把後腳收起 前腳 摺起,將它推起就可以了 在鏡頭後面搞定綠獅子和黃獅子 之後我們就可以正式把白獸王合體 準備就取,黑獅子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把肩膀這個位置的兩枝底拉出來 就可以插紅獅子 綠獅子上去,作為它的手臂 到腳都非常簡單,直接把黑獅子的後腳 插進去,藍獅子 和黃獅子的尾部就完成了 非常簡單,就合體了這隻ES合金的白獸王 現在可以和大家看看 合體了之後的可動性,到底是怎樣 在可動性之前,剛才差一點點,忘記和大家說 黑獅子機械人頭後面 記得合體的時候,把這塊黑色膠放進去 看下去,顏色就會一統化 不會看到灰色,不夠肉酸 可動性方面,合體之後 機械人頭360度轉,沒有問題 如果想放一個好像在飛的樣子 可以托高的 都可以做得到 OK 肩膀,這樣轉,完全沒有問題 亦都因為這個位置,關節可以退開 所以打橫也有很不錯的可動性 你要拿到把劍,這樣 放在前面,都一樣做得到 OK 手肘,其實剛才都給大家看過 推完關節出來,可以90度摺起 腰部的關節,其實前後就是差不多 左右轉動幅度都非常小 所以腰部沒有可動性 股關節,打橫可以開到這樣 向後踢,向前踢 膝頭都有個關節,可以差不多對摺 所以相當不錯的可動性 不加上,因為兩隻腳掌 這兩個獅子頭,都是多角度可以移動 所以真的可以放到很多不同的姿勢 這隻ES10金白獸王合體之後的可動性就看完了 一開始也有說過很多這些組件 是用來換走這些獅子合體了的腳 現在我也順便換上去給大家看看 換完之後,到底是什麼樣子 換這些,所謂美麗的件事 其實很簡單,就這樣把獅子的腳掛出來 然後用來換上去,然後再放上去 相應左右腳的一塊上去 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 我一次過換完其他獅子給大家看 換了鏡之後,紅獅子和綠獅子就是這樣 就這樣插上白獸王就可以了 現在就順便換上藍和黃獅子給大家看 好了,藍和黃獅子的後腳要換件 就不是就這樣插上白獅子 要連同後面這塊藍色 拔出來,直接換上這件件 前腳就在這裏 拔出來 然後直接換上這件件 讓我現在完成另外的換件安排 兩隻腳,藍獅子和黃獅子都換完之後 就是這樣 現在將它裝上白獸王本體 裝完之後整隻合體 確實都頗聚手 我最初以為自己會喜歡看到獅子的腳 但換了件之後 確實出了這個比較完整的合體 又真的比較漂亮 最後也想跟大家看看這個支架 跟絕對無敵的不同 絕對無敵是有關節的 所以重一點已經安不緊 但是這個白獸王支架 它用了一條金屬在這裏 所以應該穩固很多 裝上去很簡單 這兩個洞 這兩個洞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OK,站得穩固很多 先看上去 到這裏 今天ES合金白獸王的開箱就完成了 現在我們轉個鏡頭 再慢慢聊幾句 就跟大家開箱了 這盒ES合金的白獸王 就跟大家開箱了 這盒ES合金的白獸王 但是有玩開ES合金的朋友都知道 遲了一季即是三個月 其實對這間公司這個系列來計 已經是非常蠢蠢的出貨 說回這隻白獸王 我自己真的非常喜歡 雖然它的價錢比之前開箱過的雷神王 確實是貴了一段 我沒有記錯雷神王那一盒 好像是700多港幣 但是這隻白獸王是1100多港幣 基本上是貴了一半有多 不過以這盒玩具的細節 它合體的Gimmick和大量的配件 我都覺得這1100多港幣是值得用的 如果你是喜歡玩超級機械人 你喜歡玩合體機械人 甚至是很直接 對於白獸王有愛的 這一盒都是相當不錯的玩具 另外Suppose同期會出貨的15機盒1ES合金 其實我也有訂到 不過實際上它什麼時候才出貨呢? 就不得而知 到真的入手的時候 我再拍另一條片和大家一起玩 Anyways 講到這裡 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喜歡這條片的給個讚 我分享出去給你朋友看 大家有沒有買到這隻白獸王的ES合金呢? 有的話 下面留言分享一下你對它的感覺 最重要當然就是訂閱我 訂閱之後按旁邊的小鈴鐺 我一有新片出來馬上收到通知 今天條片講到這麼多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www.begoogle.com 谢谢观看